我们借由这个题目来讨论一下算数平均数的概念 这题目是N词这学期五次数学小考的成绩为75、65、78、82、77 要我们呢来求这个成绩的算数平均数 OK,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算数平均数 应该就是把这些东西加起来除以这个数据的数量 也就是呢有五个数字 所以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算数平均数呢 75加上63再加上78加82加77去除以5 当然在现在这个电脑的时代呢 你可以直接去敲计算机然后除以5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手边没有计算机还是可以先简单的呢 把数字做个配对让它比较好算 63配77是140对不对 78配上呢82则是多少 78配上82则是160 所以140加上呢160其实就是300 好,300再加75 所以呢就等于375除以5 所以算出来呢其实是这个75分 这个平均呢是75分 那我们现在呢就要从这个东西来导出一般式 算数平均数呢其实我们算了那么久 它的概念其实是什么 就是如果今天呢我们给了一组数据X 好,我们给了一组数据X 大写的X来表示 这个数据X呢 其实是,就是有这个很多个数字 X1,X2,X3,X1,X2,X3 然后一直到呢,比如说是XN好了 总共有这个N个数字 那么我们就会说呢 数据X,那我们就说X的算数平均数 这个大X的算数平均数 算数,记得这个数呢是 这个五数的数 OK,好,算数平均数 我们喜欢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μ 这样子写法 OK,记得不是U而已哦 是这个希腊字母 μ 好,μ呢或者是说我们就叫它μX好了 其实它就等于什么东西 就是等于我们把每一个数字呢 把它加起来 就是X1加上X2加上X3 全部加起来 加到呢,第N项 然后怎么样 加完之后呢 再全部除以N 所以呢,我们就喜欢把N分之一 写在前面 所以这整个东西呢 可以再被我们简化成什么N分之一的后面 其实就可以把它想象成Sigma 这种连加的东西其实就是Sigma嘛 K等于1到N的 什么XK OK,所以这个就是算数平均数μX的这个定义 好,定义的方式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其实回头来去算任何的这个平均呢 都可以 OK,这个就叫做算数平均数 那这个μX其实有的时候呢 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简写 就是呢 你用μ也可以 总之 我们在求这个算数平均数的时候 就是把全部的这个数据相加 去除以有几个数据